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提早解除限制 專案分析說 可能是因為蔡總統 是驗出的是陰性 但其實還有 四分之一的感染機會 所以應該再次的接受採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黃昱成指揮官就說 蔡英文應該要再採檢 並且一到兩次比較保險一些 同時大家提出這樣疑問 到底是不是雙標 你認為雙標的話 聊天室幫我加油 我們要請教介大使 其實我們這次的防疫 就凸顯出來 現在蔡政府的一些特性 第一個特性就是他 第一個是不公平的一種 一種施政 也就是以前我們在台灣 像我們從小在台灣 我們對我們的政府 對我們的政策 基本上都相信他的公平 也就是說 以前我們有一句老話說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以前我們台灣很公平 以前我們要當兵 我們要服兵役 我們要考學校 考聯考 我們都相信那個制度 因為那個時候社會 真的還滿公平的 不可能百分之百 可是你就看政府 盡量要往公平那個方向走 可是你看看現在 蔡英文的政府 他沒有公平的 為什麼不公平的話 就是說行不上士大夫 這些大官另外有一套標準 一般的庶民說實話 不是把你像譬如自我健康牽涉 你要不然你不能夠做 大眾高交通運輸工具 你有些場合不能去 寫得都很清楚 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很怕被隔離 很怕被匡列 被匡列這些你都不能做 而且健康地方 健康主管還會打電話來追蹤 對 里長會打電話看你 會 管得蠻嚴的 這些人為什麼都沒有 這些人不是我們中華民國國民嗎 他們為什麼有特權 這就不公平 然後另外一個 不公平的背後是什麼 獨裁 專斷 像譬如說 像陳時中 他今天疫情指揮官 就聽他一個人隨便講 我說你合法 你就可以 你不合法 你就不行 說你行你就行 說你不行你就不行 他不就這個角色 他要凶就中 他要緊就緊 就完全他一個人胡扯 而且他還講得你也模臨兩可 每天在發明一些京劇 你都不懂 他是一個專業 他是一個負責維持一個標準 然後訂定標準的人 你看他有標準 今天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碰到大官他就拿一套標準 碰到一般庶民又一個標準 不公平 後面獨裁 然後現在面臨台灣可能 我們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 台灣我們是很幸運的 我們走過了那麼長一段路 我們大家都很辛苦的走過來 可是現在有學者就說了 醫生就說 可能一天一萬例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政府有準備嗎 第一個 我們長者的疫苗覆蓋率不夠高 請問一下 疫情指揮中心有沒有採取措施 讓我們長者的疫苗覆蓋率 趕快往上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如果說我們一天一萬例以後 不曉得我們現在的疫情指揮 對我們的醫療量能 怎麼樣面對這樣一個衝擊 有沒有一個具體的計畫 因為你的 如果有很多人 他必須要佔用醫療的資源的話 我們平常倚靠醫療資源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我們現在去醫院 已經不是那麼方便 醫院你要進去 你不是要陪病也好 你要有病床也好 你甚至平常進醫院 他要管治 如果你一天一萬例以後 是怎麼辦 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要打第三劑的人很多 可是我知道 BNT現在台灣沒貨 前兩劑打BNT的 第三劑他要打哪一劑 我們想請教一下 有沒有一個規劃 所以現在很多事情 我覺得都變成什麼 都沒有一個說法了 我們也不曉得政府 到底還有沒有在做事 我們就看到這些政府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越來我們這個疫情指揮官 越來越在玩政治 越來在搞 越來什麼 越來好像在參與競選 一個疫情指揮官 他要專業科學 中立 然後保持什麼頭腦冷靜 你去搞政治 你去搞選舉 你可以利用你這個身分 你可以得到好處 可是最後受害是我們全民 我們現在真的不知道 你現在你對 如果17天以後 我們每天上萬例的確診的話 我們面臨了很多問題 我們很擔心我們家裡的老人家 對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你給我們一些專業建議 到底要不要去打第三劑 然後第三劑 如果前兩劑是BNT的話 第三劑打什麼 你還有什麼疫苗給我們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 都是已經感覺到 我們走了100里路 我們走了95里路 可是我們最後5里路 我們要更小心 不要在最後5里路 讓我們怎麼樣 整個過去沒有經歷到 要留到最後去經歷嗎 這個時候應該是 三與玉來豐滿了 我們應該看到 我們整個的防疫團隊 他是拉得更緊 他是準備得更好 因為已經兩年多的經驗 結果反倒好像不是這樣 反而現在好像 他現在好像老神在在 然後不談專業 不談專業的準備 他去搞一些政治選舉語言 每天去那些場子 對我們今天的防疫有用嗎 他該不該花時間去那種地方 我覺得這都是讓我們很擔心 而且對這個政府 我覺得真的越來越萬壇 介大使講的 現在長輩還沒有打 很多沒有打疫苗 或者是我打兩劑BNT 之後我現在是沒有疫苗可以打 還有現在要提醒蔡總統了 我們可以看到立委洪孟凱就說了 要先來確認一下 總統他的抗體到底還有多少 有沒有必要來補打 因為他前三季打的是高端 不管你前面打的是什麼 大家還是關心你抗體的問題 所以面對現在感染力 比較強的Omicron病毒 現在也有專家來分享了 就是說是不是應該要來加打 這個MRNA 所以也洪孟凱委員就說 不要再這麼死忠了 也不是說拿自己的姓名 或是拿國家來開玩笑 該打的話就要來補打知道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雙標這個慘案 應該洪孟凱委員是感同身受 最直接的受害者 去年他不是開一個公投之前 覺得政府濫用宣傳的預算 然後來宣傳四個不同意 他在立法院開一個記者會 那個時候他剛從美國訪台 已經隔離14天了 正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 他也請示過指揮中心 可不可以出席 他是說出席重大會議 請保持社交距離 跟全程佩戴口罩 他就去了 結果他是公務會議 公務行程 然後因為他還在7天的 自主健康管理 那個時候的網軍1450 指揮中心是怎麼說的 還跟台北市政府說 如果真的違反規定的話 台北市政府可以處罰洪孟凱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雙標去 對待孟凱委員的 我不僅跟大家請教一下 螢幕前面的觀眾 想請教一下大家 究竟是返台之後14天 全部都是陰性 然後7天自主隔離的 自主健康管理的洪孟凱 看起來是比較毒 還是跟確診者 有直接接觸的蔡英文總統 目前第二天 第三天 然後快篩結果是陰性的 跟他接觸會比較毒 大家留言一下 到底是蔡英文比較毒 還是洪孟凱比較毒 會覺得說 現在我們過去 指揮官也是硬爆不爽 過去不是常常說 我們不要快篩 我們不要普篩 都是因為快篩有時候不準確 會有什麼陰陰陽陽陰陰陽 就是這種很奇怪的這種變化 所以剛剛看到蔡英文總統 自己做快篩 結果是陰性 你怎麼知道 他未來不會變陽性 然後就慢慢的放著 他7天也不用做 他完全就兩三天之後 跟他接觸的這些官員 蘇貞昌 陳時中 又開始跑地方行程 又開始去出席記者會 我們老實說 如果今天陳時中 好 今天蔡英文 今天去快篩 然後列出來 今天轉變成陽性之後 那陳時中怎麼辦 你一直在外面 開記者會跑行程跑那麼多 然後你的指揮官 全部都跟你有密切的接觸 全部都在一棟大樓裡面辦公 那我們防疫不就停了嗎 所以陳時中 不要為了自己的選舉 求曝光 每天要在記者會裡面 念說今天本路431例 就這樣子罔顧大家的防疫 然後去一定要出席 然後一定要雙標 你這樣子 大家仔細看 過去洪夢凱委員 在自主這樣管理 他也沒事 也沒確診 他去參加一個公務的會議記者會 就被幹成這個樣子 現在民進黨的網軍 怎麼不比照辦理 當然他們雙標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 我昨天下午在大爆過來有講 我要再講一次 這一次事件我最不能認同的是 柯文哲市長 他處理這一波疫情的手段跟態度 因為其實剛剛所講的 很多中央跟地方不同調的地方 我覺得地方也可以快速的來進行一些 比較防疫比較緊縮的手段 例如說我去年 不是去年 今年1月27號 在高雄有一個牛排館 就發生了確診足跡在那邊吃飯 在那邊確診足跡吃飯的所有顧客 包含33個顧客 以及33個牛排館裡面的員工 全部都在晚上被陳其邁叫去 穿著防護衣 然後行李提著 全部送到防疫旅館 那個時候陳其邁說什麼 他也不想要 這是必要之二 他牛排館裡面的員工 有些那天沒上班 等於是確診者的接觸者的接觸者 不就是跟現在的陳時中 蘇貞昌是一樣的嗎 全部都被陳其邁叫去 你反正就是住防疫旅館 你當天晚上 你行李就給我準備好了 然後全部車子就把你押上去 我覺得柯文哲也可以這樣做 你說今天假如說 蔡英文從陰轉陽 我不好意思講 也許他最後沒有確診 但是如果今天有這個可能性 陳其邁 蘇貞昌 陳時中 鄭文燦要跑多少地方行程 那這些人到時候染疫怪誰 怪你柯文哲 柯文哲為什麼沒有強制的去執行 將他們送到防疫旅館的指令 為什麼沒有好好的做疫調 為什麼放任他們在北南 這樣子到處去跑去串 不是一樣的道理 到時候大家會怪誰 這些網軍會怪誰 柯文哲用腦子想一想都知道 到時候會說陳其邁好可憐 跟蔡英文接觸之後確診 反而怪你台北市政府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把陳其邁 就是大包小包的 你提到台北來我們住防疫旅館 為什麼沒有 所以柯文哲其實錯失了一個 在政治上面好好教訓 民進黨雙標的機會 對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因為政治 現在防疫簡直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那你政治問題 政治處理 你就要讓他去感受看看 你看你防疫會議 完全沒有邀我們新北雙北 那你這都是綠營的人 在閉門會議討論 那就是在談論選舉 就是政治在防疫 那今天好 天理循環 暴異不爽 蔡英文的家人染疫 那有可能這些都是染疫的 隱藏的分子 為什麼柯文哲沒有 好好的幫我們民眾來把關 然後來處理 就是這些綠營的官員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是錯失良機的 他可能沒有想到 發生在總統府發生地點 他地方首長其實是可以 很嚴密的管理的 對 到時候出事又怪誰 又怪你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 所以其實他也就覺得說 確實這個裝標真的是 太誇張 太明顯 然後你就像大謙哥講的 就是標準的一個綠色標準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購